底下第十一个问题 环保人员常常批评放生会破坏自然生态 威胁云气息生物的生存空间 请问此时是否正确如何达到放生 目的又不会干扰云气息的物种 这个放生要调查 你在什么地方放 这个地方合不合适 既不干扰原地的这些生物 同时你放的这些生物它也能够生存 不是随便去放 随便去放这不负责任 所以这个有时候会造成过失 一定要先去调查 要放些什么东西 实在讲 现在的染污非常严重 水又染污 空气又染污 你说麻烦大了 所以现在如其讲放生不如提倡护身 爱护动物 爱护动物最重要的是 不但不杀生 最好能做到不吃肉 这个是对人身体真的是健康 不但是这个不吃肉 素食我们提倡自欺中才 那么香港很困难的土地找不到我 那有方法的话 往香港边缘地区移民 我看还有跟深圳交界还有那些山上没有什么人处 到那个地方就有地方种菜了 香港人口是太多了 全世界文明 全世界最涌起的都市 排名第一是香港 外国人很佩服 一般人很难忍受 中国人能忍受得了 这是啥 哈哈哈